按照公司的财务管理规定 账户的三个锡分别掌握在我 会计和出纳手里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 锡都在 而且财务部办公室的门 和我们抽屉锁 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监控录像调取看过了 转账时间点之后 没有异常人出入过财务办公室 警方怎么说 仅仅第一时间赶到 调查取证之后已经走了 初步怀疑是 有人用病毒侵入了内网 调取了三个密室的密码 成功转账 能查到这笔钱 转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对方账户在所罗门群岛 和我们国家没有司法协助协议 所以很难追查 然而人财漏洞还没补上 公司的财务危机又浮出了水面 堡垒都是从内部开始瓦解的 自从知道侯志荣心里 没把自己当作贴心人 心术不正的马勇就决定要报复侯志荣 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眼下公司正按照马勇设计的剧本 一步步走向崩溃 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 只是吓一吓侯志荣吗 等侯爵走了就把钱还回去 对啊 你拿钱买了房子 我们拿什么去还给侯志荣 马勇 你赶紧把钱转过来吧 咱们把钱快点还给公司啊 行了行了你就放心吧 这事你不要再管了 张总 张总 坐 不错了 急事 跟你商量一下 那就说吧 这个之前咱公司呢 有几笔工程款都没有按时收回来 然后昨天呢 我又交了一笔建材款 现在账上已经没钱了 那就向银行借款吧 银行借贷 这个审核手续至少要五个工作日 还要冻结一部分账户 这关键是咱上一笔钱还没还呢 现在又借审核难度会更大 是啊 之前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会从侯总的个人账户里 支取一部分 然后再还回去 但是他现在账户被盗 警方调查冻结了那个账户 咱现在不能这么看 要不 短期的明天接待 那这可算高利贷 风险太大 咱俩都做不了主 得跟侯总商量一下 你先去吧 我会想办法 成 很多危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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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